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我希望呢 第一步,可以把這一邊輸出合格不合格,但是用公式來輸出 公式的話呢,第一個 我們今天的話就是這個輸出的話 是丟這一串公式 這一串公式來源就是從這邊 這個的公式丟到這邊來 一樣嘛,兩個原則,一個是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把它變成兩個,第二個的話有列號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OK,所以第一個丟公式,第二個的話就不是丟公式 而是丟結果 那這就直接VBA裡面做了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丟公式,一樣 這個是把這個 這個三個椅符呢,丟到這邊來 然後第四個的話就是 不是透過這邊,而是直接就輸出了 那第五個就是清除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今天大概把這個 做完之後呢,當然還沒有加顏色 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VBA輸出之後呢 也順便把這個兩個顏色加在這邊的話 那其實VBA很簡單 就是再加兩行程式就好了 OK 也不用像剛剛設定格式的條件 要做這麼多動作 OK,那怎麼做 我們首先的話,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Step1先切到VBA輸出,不過這個你開發留言 一定要自己打開 這個我就不講 1,VBA輸出 2的話呢 然後再來怎麼樣 你要在這個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一樣 這邊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專案裡面的話呢,我就直接在這邊 模組部分 我看我先把這個先復制這個 其他我應該自己再來過 OK 再把它移除掉 把它恢復成原來狀態 假如你們打開像這樣 按右鍵 插入模組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就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第一個就是 公式 成績 底線公式 也就是做第一個按鈕 所以將來就是 1234 那這個按鈕的話就輸出公式到哪裡 所以我們是輸出的位置在這邊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一樣嘛 照同樣的邏輯 你把你的這個VBA移到旁邊去 做什麼呢 就看一下你的需求 For I等於第2列到第7列 所以這邊就打一個範圍 跟他講說 我要輸出那個列 到第幾列 第2列到第7列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這樣子 其實有固定的SOP 然後按個TAB鍵 再輸出到哪裡輸出到這個的H欄 所以Sales 的I列 的H欄 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輸出公式 所以等於先兩個雙以號 那公式在哪裡呢 你就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 但是記得兩個原則 第一個你的這個公式 在這裡 裡面有沒有 雙以號 如果有的話呢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把它複製 這個按取消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 做什麼呢 取代嘛應該還記得吧 取代一個雙以號 變兩個雙以號全部取代 再按取消 把這個取 代的結果呢 再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兩個雙以號的裡面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第1步就完成了 這個把它縮小一下 那當然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把它輸出的話 它應該就是全部合格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 121212 因為為什麼這個沒有跟著列號跑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什麼呢 把這個2改成什麼呢 改成I 口訣的話就兩個雙以號移到中間 and兩個 I 放中間 然後記得呢 and的符號呢 怎麼樣 把空格移開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那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就OK的 好 有